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 Sooner or later, all will pay the price for their arrogance. This could get a little chilly. Time's up. Negotiations have broken down. Please leave, ladies and gentlemen. If Rysely does have a plan, what could it be? After being away from the sunlight for so long, even the terrifying depths of the sea start to feel like home. Have we entered into the next stage of the prophecy? And now, another catastrophe will soon be upon us. I mourn this turn of events. I find it difficult to express my emotions because I cannot fully understand myself. I'm confident that we'll find the meaning of our existence one day. Rumors saying that you were born from calamity. You inherently bring danger to those around you. Why should we trust this species from who knows where anyway? Melazines can't be trusted. That goes for Nervalette, too! There's only one thought on my mind. Only through bloodshed can their debt be repaid. Rysely, where did you take my siblings? Even if the truth may not be pleasant, since they have no way to dispose of the leftover remains, they have ways to transform them into other forms and keep them in the fortress forever. If beggars believe just how carefree you have been,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you, the god Fosalor, have failed to take action. Who are you? What are you trying to do? Please, don't kill me! I'm begging you! Is this what justice means to you? Answer, Nervalette! You will see much in the human world, from the delightful to the depressing. And one day, when you have dwelt among humanity long enough, you will be placed to bring judgment over all as a spokesperson for Fontaine's past. It is unnecessary to hold me in such high regard. 旅行者们,欢迎回来! 不知道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旅行者 每次看完新版本的PV 都会对其中出现的角色和故事 非常的好奇。 所以今天, 我也依旧是邀请了项目组的小伙伴 我们的战斗设计师叶黑 来给我们介绍新版本中的相关剧情 以及角色的情报。 非常感谢大伟哥的邀请。 旅行者们,大家好! 这次会由我来向各位旅行者 介绍剧情和角色的相关内容。 欢迎欢迎! 自从做完这个4.0的模式任务以后 我一直想知道之后的发展 趁着这次机会, 叶黑先和我们聊聊 4.0版本的模式任务好了。 好,先问一下 大伟哥还记得4.0相关的版本剧情吗? 有印象, 不过还是叶黑帮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吧。 没问题, 我们出道封单时, 就协助林尼、纳维亚 他们解决了几宗案件, 但其实最后都汇聚到了一个案件上, 也就是 少女连环失踪案。 而且在此期间, 鱼人中的执行官、公子, 还由于不明的原因, 被审判送进了梅洛比德堡。 没错,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 被审判的可是鱼人中的执行官, 怎么看也不是一件小事, 鱼人中应该不会坐视不管吧, 是不是会有新的执行官因此登场呢? 大伟哥很敏锐啊, 没错, 在4.1版本中, 互相为封单的执行官、 仆人为了处理这起外交事件, 也前来与水神弗林娜 以及最高审判官 纳维莱特会面了。 哦, 这场面想想就很精彩。 那是必然的, 而且仆人提出的几个方案 其实都被婉拒了。 这么一听啊, 感觉火药味很浓啊。 是有那么一点, 不过最终纳维莱特 还是答应派人前去梅洛比德堡 确认公子的情况, 这才暂且压下了这股火药味。 我猜猜, 所以这个任务就落到了 我们旅行者的肩上, 是吧? 没错, 为了让我们顺利融入梅洛比德堡, 贴心的纳维莱特先生 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小小的罪名。 哦, 对, 这里就得简单提一下 梅洛比德堡的设定。 因为梅洛比德堡 并不是简单封单监狱这一个概念, 它名义上并不隶属于 封单的司法体系, 一直都是以自制的形式而存在, 所以纳维莱特才需要 让我们伪装成囚犯, 下去调查。 这次潜入的任务啊, 看上去还挺新鲜的。 在四点一版本中呢, 奉单的魔神任务第三幕 《向深水中的成心》 和第四幕 《遇事胎动的终焉之客》 也将会开启。 旅行者需要在梅洛比德堡 暗中调查一系列的事件, 以及追寻公子的行踪。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过程中, 旅行者会得到一些老朋友的帮助, 也会遇到一些新的面孔, 比如梅洛比德堡的公爵莱欧斯蒂 以及护士长西格文, 展开一系列的冒险故事。 各位旅行者们请敬请期待呀。 看起来啊, 四点一版本的故事重心 都是在梅洛比德堡呀。 旅行者啊, 如果想要在这里调查, 我猜一定会与梅洛比德堡的 最高负责人莱欧斯蒂 进行一番斗智动勇。 耶嘿啊, 不妨具体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位公爵呢? 作为梅洛比德堡的管理人, 莱欧斯蒂确实很有一些手动, 既能照顾得到弱势的群体, 也能挣得住强势的恶棍。 在他上位后, 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 让梅洛比德堡运作的焕然一新。 也正是因为如此, 梅洛比德堡并不是像 大家所想的那样如监狱一般, 甚至有一些刑满释放的罪人 都不愿意离开了。 听你这么一说啊, 这位公爵可真是不得了啊。 不过啊, 梅洛比德堡作为 全封单罪人的流放地啊, 只有高超的管理手腕, 我感觉可能不够。 想必他也拥有令人信服的实力吧? 没错, 作为犯人的流放聚集地, 梅洛比德堡多多少少 总会有一些不服从管理的犯人。 这时候道理讲不通, 就只能通过其他方法 以理服人了。 而莱欧斯利自然也不缺乏 这方面的实力, 由于莱欧斯利之前当过地下拳手, 因此拥有高超的战斗技巧。 这种战斗方式啊, 倒也确实符合我对他的想象。 在这种情势复杂的地方, 拳头有时候才是硬道理嘛。 搏击意味着力量的碰撞, 但也常有故意卖弄破绽给对方, 然后猛然回击的表现。 作为一个冰元素的法器使用者, 莱欧斯利的普通攻击和重击 都能造成冰元素的伤害。 元素战技则会强化他的普通攻击。 同时, 损失生命值, 不过不用担心, 这些损失的生命值, 正是他用来引诱对手进攻 和抓住观众眼球的关键啊。 在莱欧斯利的生命值较低时, 他的重击则会被大幅地强化, 并在并种敌人后, 大量恢复自身的生命值。 看完他的技能啊, 我能够感受到他独特的战斗方式了。 占据优势时, 对敌人穷追猛打, 然后故意迈出自己的破绽, 让敌人觉得有机可乘, 之后在危机时一发逆转, 玩弄敌人。 大维哥的描述可真是生动形象啊。 他的战斗方式与他的处事风格可谓十分的相似。 此外,莱欧斯利也非常擅长调度资源, 在合成武器突破数采取, 莱欧斯利也有一定概率会获得双倍的产出。 这位公爵大人可真是多才多艺啊。 管理、战斗、样样精通, 真是太厉害了。 没错, 不过虽然莱欧斯利做事很有一套手段, 但梅洛比德堡毕竟是建立在风丹的水下, 常年见不到阳光。 在监狱的阴暗角落里, 依然会有邪恶在置身。 在4.1版本中, 莱欧斯利的传说任务《手遇犬之章》也将上线。 旅行者可以在任务中进行了解。 一句话要说, 别禁止法。 别再留意了。 什么还有呢? 真实话, 别禁止法不禁止法。 一瞬,请来。 来, 旅行, 可能我们可以走过沿岸的沿岸 或在沿岸的沿岸 安静 被祝福了 上线的另一位角色 这是封丹的最高审判官 纳维莱特 在4.0版本中 我们就已经和他打过交道了 相信大伟哥一定不会陌生吧 我对纳维莱特的印象非常深刻 他在审判时公正无私 而且实力非常强大 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 其实封丹的很多人 对于纳维莱特的形象认知 都是这样的 因此都对他十分的敬畏 纳维莱特身为封丹的最高审判官 主持着封丹关于正义的审判体系 需要维持公正的原则 不仅是在法庭之上 在日常的生活中 他也会时刻注意公众的影响 比如他会尽量避免与他人有私交 以及有流程外的协作 防止被人怀疑司法体系的不公 他对自己的要求可真严格 不愧是最高审判官严于利己 没错 不过这位最高审判官 也没大家想象的那么严肃罢了 他其实也是有自己的爱好和生活的 比如纳维莱特就有一个品水的爱好 虽然他离开封丹的次数 屈指克数 但是他已经品尝过来自世界各地的名权了 都是从外地送过来的 而且在品完之后 他还会发表自己对各地饮用水的评价 比如他觉得蒙德的水清廉 逆月的水回味悠长等等 我一直以为只有茶可以这么品 想不到只是普通的水 纳维莱特都能品出那么多花样 可真是长见识了 纳维莱特既有对公的一面 其实也有对私的一面 他十分喜爱美露星 认为他们是一个善良美丽的种族 纳维莱特甚至在封担法规中 加入了一条巧妙的法律 对美露星的称呼 必须使用人格意味的他 而不能用他 没想到这位最高审判官 还有这样的一面 不过美露星确实十分可爱 我十分理解他的行为 其实还有一支 直接隶属于最高审判官的 特别行政机构 竹影庭 绝大多数雇员 都是由美露星组成的 这倒不是因为纳维莱特偏心 因为美露星们的特殊视觉 能够看到人类难以观察到的东西 能帮助纳维莱特 收集各种证据进行审判 但这个特点 让在卢影庭里工作的美露星们 很容易受到犯罪分子的威胁 纳维莱特自然也不会 对这种情况坐视不管 在4.1版本中 旅行者还可以通过体验 纳维莱特的传说任务 朝永之章 了解更多关于他的故事 哦 纳维莱特亲自出马 那这群犯罪分子 可以有苦头吃了 在4.0版本中 他的实力 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没错 纳维莱特虽然平时 并不会轻易地出手 但他过人的实力 是毋庸置疑的 惹老他绝对不是一个 明智的选择 纳维莱特的攻击方式 是围绕重机展开的 在一段时间的蓄力后 纳维莱特的重机 将持续消耗生命值 并释放汹涌的洪流 持续对前方直线区域内的敌人 造成水元素范围伤害 纳维莱特当前的生命值越高 重机造成的伤害也就越高 而他的元素战绩 元素爆发 则可以生成一种 叫做圆水之低的球体 重机在蓄力时 则会自动吸收 前方区域内的圆水之低 恢复他的生命值 并缩短蓄力所需的时间 此外 当纳维莱特处于队伍中时 队伍中自己的角色 进行水下冲刺的移动速度 也会得到提升 纳维莱特攻击方式 还真是简明直观 灵力 但又不是优雅 那么两位新角色的情况 我们也都初步了解了 我们接下来再为大家介绍一下 新版本的活动起源安排吧 相信肯定很多旅行者 已经等候多时了 好呀 在4.1版本中 纳维莱特与胡桃 将会在第一期活动起源中出现 并提升获取概率 在第二期活动起源中 除了新朋友莱欧斯利外 我们的老朋友温迪 也将迎来复刻 并获得概率2 值得一提的是 胡桃和温迪 也会在这个版本的活动中 与大家见面了 更多信息 也会由我的同事 稍后为大家揭晓 同时 新版本 还会有一些新的武器 加入到武器活动起源中 感谢叶黑 那么在给大家带来新伙伴的信息之后 还请大家休息片刻 看一下第一则兑换码 之后我们还会给大家带来 新版本的场景地图情报 精彩继续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年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赘 rzecz声 俺स AGK Field amat赘 by sharing some Genshin-inspired treats. I'll be making a Mondstadt-inspired twist on an autumn classic, an apple cider float. The best part about this recipe is that it doesn't need any fancy kitchen gadgets, so just get rid of those. All you need is a good saucepan and the ingredients listed here. If you're a younger traveler, make sure there's an adult around to help you with this, okay? First, let's prepare our spices. Start by zesting your orange. Next, pour your favorite non-alcoholic apple cider into a medium saucepan. If you don't have cider, unsweetened apple juice works just as well. Then toss in your spices along with the orange zest and set your stove to medium-high. Once it starts to bubble, reduce to medium-low and let it simmer for 15 minutes. When you can smell the aroma of warm spices, take it off the heat and remove your spices with a fine mesh strainer and leave it to sit for another 10 minutes. or until just warm enough to handle. Then pour into your favorite heat-safe cup. On its own, this is a drink worth singing praises, but we're going to add a scoop of vanilla ice cream, a dollop of whipped cream, and fresh grated cinnamon, lifting it to new heights. We're using vanilla ice cream, but if you really want to let your Mondstadt spirit soar, you're free to use other flavors like cinnamon, pecan, chai spice, or even pandan. Light and creamy, sweet and spiced, this float is a duet of duality. Mmm, that's good. Happy anniversary, Genshin Impact! What's an anniversary party without some warm, gooey, cheesy goodness? Hey folks, I'm Damon Mills, the voice of Linnie. And I'm Inaris Quinones, the voice of Lynette. Today, we'll be celebrating with a classic, Brie en Crute. Don't let the fancy name fool you. This dish is surprisingly easy to make. All you need is some Brie, store-bought puff pastry, and your favorite fillings. We'll be using bacon, walnuts, and apricots for ours. The full list of ingredients is right here. After preheating your oven, dice the bacon into small pieces. Then, toss it into a pan over medium heat, cooking it until it turns crispy. Chop the nuts and dried apricots into fine pieces. Then mix them in a bowl with your crisp bacon, and resist the urge to eat this stuff by itself. Next, place your puff pastry onto a baking sheet lined with parchment paper. Cut the Brie in half horizontally, and place one half of your Brie on top with the cut half facing up. Top the cut Brie with your fruity, nutty bacon mix, and top with the other half of Brie, kind of like a sandwich. If you have any extra, just lay it in a circle around your Brie. Use your beaten egg to coat the pastry. Then fold it up over the top of your Brie like you're wrapping a present. You want to completely cover the Brie with no gaps in the pastry. Twist the top and pinch it shut, removing the excess pastry dough. Finally, coat the pastry's exterior in your egg wash and bake until golden brown and flaky. Cheesy, savory, and a little bit sweet, Brie en croute is perfect for sharing. And the best part is that you can fill it with just about anything. Try it with rosemary and figs, caramelized onion and ham, or if you're really daring, sweet chili pepper, green onion, and lobe chong. Like a good magician, it's versatile, elegant, deceptively simple, and best enjoyed before it disappears. Oh, that reminds me. Who's bringing dessert? Don't worry. I called in some experts. 欢迎回来, 在四版一版本啊, 除了丰富的剧情和角色啊, 还有许多全新的场景区域 等待着我们的探索。 那么今天啊, 我也有幸再次邀请到了 我们的场景美术同学阿汤哥 来为我们介绍相应的内容。 雨晴怎么好, 很高兴能够再次来到 今天的节目现场。 我是原神场景美术阿汤哥, 今天也会为大家着重 介绍一下4.1地区的新场景。 欢迎阿汤哥。 上个版本啊, 我们已经来到了风单, 见识到了不同的风土人情, 尤其是水下世界的风景啊, 给我们带来全新的体验。 对于新版本的场景啊, 我可是十分期待。 那么啊, 不妨就从我们身后的这片区域开始吧。 从刚才开始啊, 背景中这个漂浮在空中的水体啊, 就让我一直十分好奇啊。 阿汤哥,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没问题, 我们身后的这片区域, 就是旧风单科学院的中央实验室遗址。 在自然地形风貌上, 依旧延续了风单的清新、优雅。 但因为风单科学院的某些科技与混合, 使得整个区域发生了巨大的爆炸事故。 所以上空有着让人惊奇的 异重令凝水体因失重飘浮在海岸上空几百米, 十分壮观。 也因为这里曾发生的爆炸事故, 场景设计上也是会更加的残破与凄凉。 对比风单城的优雅精致, 这里更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 确实,一眼望去都是残破的遗迹。 可以想象当初的爆炸事故是有多么惨烈。 是的,相当的惨烈。 这个场景展现爆炸后的不稳定性是一大难题。 我们利用了水道这个不稳定要素去呼应水体, 既满足了概念设定, 也为玩家创造了进入异重力凝水体的路线。 这个异重力凝水体我有印象, 在4.0版本的前瞻节目中有提到, 好像是可以进去的,对吧? 没错,旅行者们是可以设法进入其中的, 而在这些异重力凝水体中隐藏的秘密就等待大家前去探索了。 话说,前面你提到这个叫风单科学院的机构, 听上去太疯狂了吧, 就把这么大片区域都给炸掉了。 是的, 这些其实都源自于风单科学院某一次失控的实验。 在长久的历史中, 风单动能工程科学研究院一直在以曾经洗去无数生命, 又总有一天会再度遮天蔽日的洪水为敌, 寻找着生存的途径。 而蕴含着庞大能量能够粉碎大地桎的实机矿, 则一度被认为是开启救厨大门的钥匙。 据此, 爱德温·伊斯丁豪斯身前设计了拥有抵消重力效果的实验性场立发生装置, 但最终发生了事故并未能取得应有的成效, 这台实验性场立发生装置也因此失控, 停住在科学院的就职某处。 在旅行者们与它遭遇并陷入苦战时, 记得利用它提供的失重效果进行跳跃, 从而规避它的招式。 诶, 它的攻击方式确实和之前遇到的敌人不太一样, 感觉很有意思, 看来我们的战斗中要多利用它的机制了。 没错, 这部为了搜索关于风丹科学院爆炸的各种情报, 羽人仲也来到了这一带。 旅行者在这里将会遇到新的敌人, 羽人仲双翼人和羽人仲翁翼人。 他们来自隶属于仆人的精锐特务组织, 拥有不俗的实力, 可能会给旅行者们带来不小的麻烦。 嗯, 看来这片新区域危险与机遇并存。 旅行者们可要小心了哦。 那么介绍完地上的区域, 这次阿汤哥又给我们带来哪些关于水下的情报呢? 自然是有的。 接下来,我来再着重讲一下梅洛彼得堡。 它与4.1的主线剧情十分密切, 在丰丹惩治犯人的方法, 就是将其流放至梅洛彼得堡。 这里看似监狱, 本质上却被认定为流放者的聚集地。 在这可以参加劳作, 得到生活的物资, 整个梅洛彼得堡建设在水下, 其隐蔽的结构多以蒸汽管道和齿轮为主。 本身略带精致的工业风, 也衬托着这里是个威严的地方。 我们利用多种树管道结构, 并且尝试了多种排列组合, 参考了一些常见的蒸汽朋克元素, 提炼出属于分担水下监狱的艺术特性, 想给初次到达这里的旅行者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嗯,的确如你所说,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过作为全封单罪人的流放场所, 它内部的设施数量想必不止如此吧。 在梅洛彼得堡下方, 还有一处制造着各种机关的工厂, 那里就是流放者们平时劳作的地方了。 在继承上方区域的蒸汽管道元素的同时, 设计团队围绕着重复劳作和流水线的设计语言, 借鉴了多种装置艺术中运用的表达形式, 在设计中, 用重复的环形轨道强调着流水线式的重复感。 我们将一部分环形轨道放置于厂房的顶部, 视觉上巨大的矩阵环形结构也能够给人更强的压迫感。 如何让这些精密的齿轮反而不乱, 我们团队也费了不少心思。 能看得出来,虽然是封担关押犯人的场所, 但我已经等不及去里面探索一番了。 在梅洛比德堡附近, 也有不少可以自由探索的区域。 这里我向旅行者们介绍一处很隐蔽的水下洞穴。 此处被史基矿所影响, 产生了奇异的生态景象。 旅行者在蝉藤中穿梭时, 会遇到不小的挑战哦。 诶,这非常符合我对水下世界的幻想。 各种神秘的区域和奇异的植被啊, 总能激发我的探索欲望。 不过在这片新的探索区域, 想必我们也会遇到一些新的敌人吧。 大伟哥猜得没错, 矗立在圆海一种顶端的另一位霸主, 自泡泡海马成长而来的顶尖掠食者, 千年珍珠俊宁, 就潜藏在这片区域的某个岩窟之中, 他进化出了幻兽的行资。 头部下方的翼海珍珠, 更是浓缩了雷元素的结晶, 让它能够使用更加猛烈的元素攻击, 也拥有更强的防御能力。 此外,在探索水下区域时, 我们还会遇到执行警戒, 寻衣任务的新型发条机关。 旅行者们也要小心哦。 感谢阿堂哥, 听完你的讲解啊, 让我对新版本更加期待了。 一下子看了那么多内容啊, 想必大家也有些累了, 不如让我们稍作休息。 接下来啊, 我们还邀请了其他研发组同学,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内容分享。 各位旅行者, 不要走开哦。 优优独播剧场—— 啊, 个坏的处理。 处理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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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这些宝货场—— 处理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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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豚全面前桌中。 厨丈化, three hundred and fifty degrees Fahrenheit or one seventy seven celsius for twenty minutes, 或 until it's dry and firm. 漆丈球玩 在一里安里果 ficar那么质量是窗簷。 处理的处理。 Nix Rei羽 жен anschipple的製料薄簇。 וק底纭牛买高水含. 把水流平鑦。 下沥桃烟屐厨 dost之 。 包括瑕王丁之热。 和啮帖�ー真的很 Media. 处理的处理。 吖后》用。 and stir it all together until you have a ganache as smooth as Kaya himself. pour the ganache into your tart shell and allow it to firm up in the fridge before crowning it with a royal arrangement of raspberries. and for an optional flourish try watering down some raspberry jam with a bit of lemon juice or warm water until you have a thin glaze then brush it over your raspberries. this'll lend your berries an iridescent shimmer. while darkly regal is a certain princessin this tart is also quite flexible you can substitute raspberry for orange marmalade and candied citrus or nix the jam and top with hazelnut praline for a treat that's perfect with coffee and if you don't want to worry about slicing your tart substitute the large pan for parchment lined muffin tins to make perfectly portion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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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当时以为他们只是开玩笑而已 没想到他们来真的 不过 文迪作为引游诗人 她的创作水平应该相当高 而胡桃的打游诗也独具一格嘛 不仅仅仅是他们 还有来自黎月和蒙德的其他伙伴也一起参加了大会 十分热门 不过在活动期间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 身为变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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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为参赛者的重云提出自己之前见到了一个类似妖邪的东西 于是 众人在参加大会 于是众人在参加大会 于是众人在参加大会的同时也开始探寻起了事件的真相 诗歌大会举办的那么隆重 想必与之相关的活动也很丰富吧 这次 我们为旅行者们准备了三个特色活动玩法 分别是摆布礼制 灵感抨击和巡警秘化 在摆布礼制玩法中 旅行者可以投出制剑 在限定时间内用制剑尽可能多的命中融合 从而获得更高的积分 在挑战的过程中 会出现礼环和妙弧 如果投制的制剑穿过礼环击中融合 即可获得双倍积分 妙弧则可以改变制剑的投制频率 帮助旅行者更高效地完成挑战 第二个活动是挑战玩法 灵感抨击 在挑战开始后 旅行者打倒敌人可以获得灵感结晶 挑战中 有时会出现携带迷思远洁的敌人 极为坚韧 难以击倒 灵感结晶每隔一段时间 会在角色身边引发一定范围的冲击波 造成巨量伤害 如果能灵活运用灵感结晶的冲击波 或许能轻松打倒这类敌人 巡警秘化则是一个通过拍照来寻找缺失警戊的玩法 根据提示 旅行者需要帮助画作修复诗 通过拍照修复画作 在拍照时将画片与当前警戊对照 寻找画片上缺失的警戊 找到后 即可将对应警戊记录下来并获得奖励 在本次游水运诗级活动中 旅行者们可以参与三个活动挑战 提升诗歌会热度 从而获取专属四星法器 无垠未兰之歌 及其专属精炼道具等丰富奖励 这次的活动还真是丰富啊 尤其是百步理智活动啊 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经常玩的这个头弧游戏 这次啊 我也可以在游戏中再体验一把了 是啊 希望这次的活动能让旅行者们感受到诗歌大会欢快的氛围 与蒙德和黎月的大家一起度过令人难忘的时光 说到蒙德 可莉又活跃了起来呢 怎么 难道可莉又因为炸鱼被秦团长抓了吗 可莉这次可不是闯祸 反而立功了 她在游玩的过程中 偶然发现国舅湖里 突然出现了从须米来的入侵鱼类 为了维持生态平衡 骑士团需要处理这些入侵物种 在此期间 可莉为了不添乱 只能待在蒙德城里 为了不让可莉无聊 丽莎发明了一个有趣的小游戏 在活动嘟嘟可哄哄奇遇记中 旅行者们可以陪同可莉一起玩蹦蹦炸弹 通过操作嘟嘟可投出不同类型的蹦蹦炸弹 击败角角鱼大军 书写嘟嘟可打败鱼入侵者的大冒险 火花骑士就像火热的小太阳一样 每次都能给我们带来惊喜呀 这次竟然还发现了入侵物种 其实有类似困扰的 不只是蒙德 在丰丹也有一些本因只存在于实验室内的奇妙生物 突然出现在丰丹的各个水域中 旅行者可以通过极光斜彩活动 帮助为此事忙得焦头烂额的商人姬肖恩 通过回收丰丹水下各处的荧光子水母 消除生态隐患并获取奖励 保护生态 还能欣赏风丹水下风光 真是一举两得呀 是的 在丰丹苍津区东南侧的水岸处 我们还可以体验到挑战活动 人生的波风与波谷 在这个挑战活动中 旅行者可以帮助丰丹研究员测试超高压冲击器 通过合理把握停止增压的时机 提高超高压冲击器释放的超高压冲击波的伤害 来击败敌人 同时 旅行者可以根据出战队伍的角色数量和等级 获取宰赫 用来装配更高等级的增益模组 挑战更高难度的敌人 在4.1版本中 除了常规的热斗模式更新 七圣召唤的助镜炎链也将再次开放 旅行者可以选择不同的附加条件 获取积分来领取奖励 最后 在4.1版本 我们还会开启精通移泳活动 需要培养角色的旅行者们不要错过哦 辛苦研发组的同学 给我们准备了那么多有趣的活动 看得我都眼花缭乱了 已经迫不及待想去试完一番了 另一方面 我们也一直在关注旅行者们的日常游玩状况 随着游戏运营年份增长 一些原本看起来合理的前期和常规设计 如今却成为了旅行者们体验中的痛点 因此 我们在4.1版本 对前期的内容设计做了部分调整 首先 我们加强了冒险等级突破任务的提示 在旅行者们的派蒙界面和冒险手册向导页 都增加了相应的营造 在突破任务中 我们缩短了地乘的通关号时 移除了部分高难度敌人 来帮助新手旅行者更好的完成突破任务 这个好 其实当初我第一次做突破任务时 确实用了挺长的时间 这次的调整应该能帮助到不少的旅行者 不仅如此 我们还对每日委托做了一次重大调整 随着游戏内容逐渐丰富 在每日委托之外 游戏内还有大量玩法等着旅行者体验 因此 我们在4.1版本推出了冒险历练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 旅行者可以通过完成任务 开启宝箱 获取收集物 参与活动的方式来获取历练点 除了原本的 通过完成每日委托获得奖励 旅行者也可以通过累计历练点来换取委托奖励 每天通过两种方式 累计最多领取四次委托奖励 每日委托奖励被领取后 仍可进行任务 想要体验任务或者完成成就的旅行者 可以继续去完成这些委托 历练点将在服务器时间每天的凌晨4点清零 太棒了 我很早就喜欢有类似的系统了 当开启新区域或者活动时 总感觉要做的事情太多 自己时间不够用 现在有了这个功能 我在体验其他内容的同时 还能够获得委托奖励 真可谓是一举两得 没错 我们也希望旅行者们可以更多的享受游戏中的其他内容 得到多元化的体验 除了版本活动与系统优化 在公测三周年之际 我们依旧为旅行者们准备了一些神秘的奖励 来庆祝这个特殊的日子 Helen 你来为大家分享一下情报吧 为了感谢旅行者们一直以来的支持与热爱 在4.1版本期间 迁道活动《欢赏流华》将会开启 旅行者们可以通过每日迁道 获得最多十枚纠缠之源以及其他道具奖励 不容错过 同时 我们还会通过邮件的形式 为旅行者们额外奉上总共1600元石和四个脆弱树枝 以及两个特殊纪念小道具 便携式空气动力胶制炮生发器和柔柔小张 此外 在4.1版本更新后 游戏内商城的手冲双倍状态也将会重置 具体信息 旅行者们可以留意官方后续的相关公告 好耶 相信大家已经和我一样十分期待4.1版本的到来了 那介绍完了那么多的活动 屏幕前的大家不妨稍作休息 接下来还有更多有趣的内容 后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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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加一些白色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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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用白色的眼睛 或是白色的眼睛 現在不僅是有些白色的眼睛 但當他們會爆 他們會爆發 他們會爆發 一瓶的粉絲 這些白色的眼睛 這些白色的眼睛 能夠減少每天的天堂 我們享受這三個月的目標 我期待會看到你們做的 歡迎回來 在今天這個特色的日子 能夠和屏幕前的旅行者們 共同慶祝此刻 實在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從2020年公測至今 相信大家在皮瓦特大路上 也留下了屬於自己的獨特回憶 這三年以來 不只是各位旅行者 我們研發團隊的同學 也同樣經歷了一段寶貴的時光 我要和大家分享 坐在我身邊的是大家老朋友Michael Michael 趁著今天這個機會 不妨為我們講講 項目組內部的故事吧 感謝大偉哥的邀請 旅行者們好 很高興又與大家見面了 今天我也很榮幸能代表 項目組的同學 為大家分享內部的故事 不過由於時間有限 因此我們簡單做了整理 統計了一些有趣的數據 給大家帶來分享 哦 這和我之前所想的內容 還不太一樣 那這些數據背後 是不是有什麼故事啊 大偉哥猜對了 每個數字背後 都有著原神研發團隊 持續的付出 和深厚的感情 接下來就讓我們看看 第一組數據吧 一千多萬啊 這可是個大數字啊 Michael 這個數字是什麼意思啊 這個數字 其實是原神研發以來 我們的IP團隊 在遊戲內外創作的 敘事文本總字數 我們遊戲中的提瓦特大陸 是一個架空世界 這裡匯聚了各種文化 創意藝術 從零開始構建它的世界觀 並不容易 原神IP創作團隊的同學 以置身熱情與才華 鑄就了一個個鮮活生動的角色 編織了一個個扣人心弦的故事 構建了一個宏大精美的世界 細心的旅行者可能會發現 在遊戲中處處充滿著細節 隨意拾取的一本書籍 不經意間獲取的武器 副本中掉落的剩一物 他們的背後甚至也有 屬於自己的精彩故事 其實為了把一個架空世界填滿的 足夠有真實感 光靠遊戲內的文本是不夠的 在許多內容呈現給旅行者之前 IP團隊就要先行構思幾個版本 甚至幾年後的概念設定 對於一些要向美術策劃 海外本地化團隊表達的設定 也需要撰寫足夠細膩詳盡的文檔 以供參考 因此在遊戲內所呈現的內容 大概也只是浮在創作海洋的一角冰山 確實這個數字不僅是代表 一場遊戲的製作 更是一次文化的積淀 一次創意的盛宴 當然海量的文本創作 也只是原神內容的其中一個測寫 下面這個數字看起來可小多了 但它也是我們和旅行者 一路走來的證明之一呢 74 比起第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是有點小的 不對不對 Michael 你說這是我們跟旅行者 一路走來的見證 那它一定是一個隨著版本 累積下來的數字對不對 大偉哥已經快要猜到了 其實啊 這是直到4.1版本為止 包括剛才我的同事介紹的 娜維萊特和萊歐斯利在內 原神已經向旅行者 推出的角色數量 沒想到啊 在不知不覺間啊 我們已經邂逅了 那麼多的這個角色夥伴 不過啊 談起原神啊 遊戲中性格迥異的角色 確實被大家津津樂道 沒錯 一個引人入勝的開放世界 角色是必不可少的 原神中的每一個角色 都有著獨特的背景故事和情感世界 通過對話 劇情和任務呈現 旅行者能夠更加深刻的了解角色 這種情感共鳴 不僅讓旅行者與角色 建立起情感聯繫 也為遊戲增添了更多層次的情感體驗 使整個遊戲世界更加豐滿和有趣 此外 角色也是構成遊戲中戰鬥體驗的重要一環 每個角色都擁有獨特的戰鬥技能和神之眼元素 這不僅豐富了遊戲的戰鬥策略 也為旅行者們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和挑戰 正因為這些角色夥伴啊 才讓皮瓦特大陸的世界增色不少 使得遊戲不僅僅是簡單的戰鬥和探索 更像是一場情感豐富的冒險之旅 那麼讓我們看看下一個數據吧 那經歷了之前的兩個數字啊 我覺得自己是肯定猜不出來的 Michael 快為我們公布答案吧 其實這個數字還有一個單位 215G 它指的是截止4.1版本 遊戲內所有最高精度美術的資源總量 215G啊 這個大小是有點嚇人啊 Michael 你給我們講講背後的故事吧 可能大多數旅行者不太能判斷這個數字 所代表的工作量 元神是一個依賴卡通渲染 營造幻想氛圍的遊戲 這就意味著幾乎所有的寫實類素材 包括照片修改的貼圖 真人動捕的動畫 都是沒有辦法直接應用到遊戲中的 這215G的美術資源是元神的原畫師 建模師 動畫師 特效師等同學們 經過精心構思或實地取材 然後重新親手製作出來的 是啊 有的時候我晚上路過我們美術同學的工作區啊 發現有些同學還在工作 還挺過意不去的 但同學們這麼辛苦啊 品質還是會非常自豪地給我轉發 他們最近畫的新場景啊 新角色 就像是介紹自己的孩子一樣興奮 但是啊 大家非常努力創作的同時 也需要考慮到玩家的設備 是否能承載這樣龐大的資源量 所以我們的技術團隊 面對如此規模的資源 也是付出了相當大的精力 對不同的設備 不同平台進行性能評估和分級 對資源進行不同等級的精度拆分和管理 優化加載和包體構建策略 其實最近我們看到不少的旅行者留言 覺得封單版本的包體占用空間 依舊是太大了 對此我們也是深知做的還不夠 之後會進一步探索其他的優化手段 給大家帶來更好的體驗 辛苦各位研發的同學們了 剛才我們看到的是原神遊戲內的一些有趣數字 那麼接下來這組數字 就跟屏幕前的各位有些關係了 這個數字我有些想法 Michael 你既然提到和屏幕前的大家有關 我猜猜是不是原神全球玩家的關注數呢 沒錯 目前原神全網的關注數 已經超過了9953萬人了 好耶 不過說實話雖然猜對了 但是這個數字依舊讓我十分驚訝 在當初立像的時候 我們可能都沒有想到 能取得今天這樣的成績 有那麼多的旅行者走上了提瓦特的大路 與我們共同創造美好的回憶 是的 這個數字是旅行者們 對我們原神團隊的認可也是最好的回報 同時也督促我們不能懈怠 因為我們承載著旅行者們的期望 話不多說 讓我們繼續 這個數字讓我看得有點懵 實在是過於龐大了 我隨便猜猜 這是不是播放量或者點贊數什麼的 看來大偉哥對這類數據特別的敏銳 這是原神發布的官方視頻內容 在全網社區的總播放量 目前已經達到了40億次 其實在這一些內容創作的過程中 我們同樣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難 如何更好地把遊戲內容 通過視頻形式展示給大家 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每當創作同學覺得疲憊或者沒有靈感的時候 看看各位旅行者在評論區對內容的支持 就又會充滿幹勁了 而結果也是如此 只要我們創作出優質的內容 我們就一定會獲得回報 是啊 旅行者們的支持與熱愛 正是我們創作的動力 接下來讓我們分享最後一組數據 不知道屏幕前的旅行者們有沒有猜到呢 既然已經到了這個環節的最後 我就不賣關子了 開副至今 原神官方每個版本都會舉行相關的視頻二創活動 這個數字是目前全網參與的總人數 迄今為止已經達到了1150萬了 嗯 有趣的是啊 這個大數字啊 一點都不讓我意外 其實啊 原神能夠取得今天的成果啊 光靠我們研發團隊 肯定是遠遠不夠的 各位旅行者提供的優質二創內容啊 讓原神在遊戲之外的地方 也散發了自己的光彩 營造了良好的討論氛圍 這份美好也傳遞給了更多的小夥伴 加入到提瓦特的冒險中啊 是啊 其實這些只是參與了視頻二創活動的人數 還有許多其他內容形式的二創作者 同樣製作了精彩的內容 給大家帶來了不少的快樂 雖然未能記入 但依舊感謝你們的支持 好的 那感謝Michael為我們帶來的數據啊 也希望以上的數據 能讓旅行者們 對原神項目組的研發團隊 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那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啊 我也希望可以和旅行者們 繼續攜手前行 共同創造更加精彩的回憶 那麼接下來 將為大家乘上第三則兌換碼 讓我們稍後再見 讓我們來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欢迎大家回到4.1版本的前瞻特别节目 在新版本除了游戏内丰富多彩的内容 我们也准备了一些游戏外的内容 给大家带来分享 没错 今天我还给大家带来了 原神的交响音乐会最新情报 2023年9月到2024年1月期间 我们将在亚洲 美洲 欧洲的十一座城市 举办音乐会 首站将于9月29日和9月30日 在上海梅塞德斯奔祠文化中心举行 欢迎世界各地的旅行者前来体验 同时音乐会主题的系列周边 已经在原神旗舰店等官方店铺开售 有兴趣的旅行者不妨看看 哇哦 这些周边看上去好精致 我这就回去加入购物车 其实还有很多音乐会的周边单品 我已经替大家都看过食物了 可以说是非常让人期待 不过在不同地区 因为生产和运力的关系 周边内容的获取方式会略有差异 少数的地区存在延迟或 非全品类上架的情况 这还请大家谅解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官方设媒账号 了解更多关于音乐会的详细信息 除此之外 后续游戏内也会上架音乐会礼包 侠音 异奏 礼包内含有原神 名片 风之翼以及家具摆设 上架时间等具体信息 大家也可以关注官方消息 Michael 自从4.0前瞻节目 我们发布了风单交响音乐的现场 就收获了不少好评 许多旅行者都等着风单专辑上架呢 不瞒大伟哥 其实我已经循环了好多遍了 而今天带来的下一则情报 正是关于风单音乐专辑的 随着旅行者们不断探索风单的步伐 我们的风单音乐 也一直陪伴在大家冒险的旅途之中 4.1版本期间 我们将发布风单第一张OST专辑 白鹿侧名之权 专辑共有四张分叠 收录了Hoyal Mix音乐团队 为原神的风单地区创作的原声音乐 手中的红酒杯已经开始摇起来了 道尉哥 你印象中最深的风单音乐是哪一首呢 我最喜欢一首风单的战斗音乐 每次听的时候都舍不得结束战斗 我也很喜欢呢 风单的战斗音乐展示了风单华丽的城邦特色 我们为风单音乐专辑也准备了一支华丽的宣传AMV 一起来看看吧 我们为风单的战斗音乐展示了风单的战斗音乐展示了风单的战斗音乐展示了风单的战斗音乐展示 女人的战斗音乐展示了风单的战斗音乐展示了风单的战斗音乐展示了风ーポή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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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anniversary, Genshin Impact! This is Maya Aoki Tuttle reporting. Of course, you might know me as Charlotte, Ace Reporter. And with the upcoming anniversary, I've decided to put my journalistic skills to the test. And what better way than to get the scoop on the voice artist for some of our favorite characters? Therefore, Ace Reporter Maya is on the case. With me are my co-hosts, Damon Mills and Inaris Quinones. Greetings. Greetings. Hey, everybody. The world of T'Vat sports a diverse cast, so let's hear about what all the talent has to say. For those that live too long, the friends of days gone by and scenes from their adventures live on in their memories. As such, I have no regrets in meeting you, friend. Should the day ever come that we are not together, you will continue to shine like gold in my memories.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Keith Silverstein. I voice the Geo Archon Zhongli. Happy anniversary, Genshin Impact! I want to take a second to thank everyone who had a part in bringing Genshin Impact to life. And I mean everyone. No matter how large or small your role in bringing this game to life has been. And that includes the entire Genshin Impact community, which is amazing that I could even just say that. It's a very special thing when a game comes out and is so popular that an entire community is born alongside it. And so long as it's bringing this much joy to the world, long may it rain. Hi, I'm Alejandro Saab and I am the voice of Sino in Genshin Impact. Do you have an anniversary message you'd like to share? I'd like to thank the Academy. No, I'm all serious. I'm grateful to be a part of this game and Genshin going on for three years. I've been a fan and this last year getting to be a part of it was super, like, just super humbling. Super, I'm at a loss for words because Sino was the character when I first saw him in the Tavad trailer. I was like, dang, I'd really like to play that guy. That'd be so cool. And it happened. And it was just so cool. And I, it just makes me really happy getting the opportunity to be this guy. Everybody thinks I've been saying terrible jokes now because of Sino, but that's not true. I started saying terrible jokes because of my partner and my friends around me. I could say one right now. Hello, I'm Sean Dury and I play Baiju. Do you have an anniversary message you'd like to share? Well, happy anniversary to Genshin Impact. And I just want to thank everyone who has been playing the game and enjoying the game. That's really why we make it. So you can have fun playing it. So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a part of it. My favorite Genshin memory of the past year was Baiju becoming a playable character. That was so exciting to go from someone you kind of stopped in and chatted with for a second to someone who is going on a quest and saving the day. So that's absolutely my favorite memory of the past year. Hey there, my name is Nazee Tarsha and I play Al-Hatham in Genshin Impact. What is your favorite story from the past year? The infamous traitor, traitor, azar, anger scene that Al-Hatham has just because it was really fun seeing the reception to that. And it was very fun recording, you know. It's, Al-Hatham is very reserved, very kind of to himself. So having this one moment where he breaks character, putting on an act, of course, but still like showing more emotion than anyone has ever seen him do was very fun to kind of go into. In terms of the game, the thing that I want to say is congratulations for going, you know, three plus years strong. The world that they've managed to build is nothing short of impressive. And also seeing the sort of fans' admiration toward the game is, you know, nothing short of delightful, really. because there is just such an enthusiasm and such a passion with the fan base. So seeing this sort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endearing. And the fact that I get to, you know, kind of share in both of these experiences is awesome. Hey, what's up? I'm Zach Gordon. I am the voice of Tainari. If I have one anniversary message, it's, I can't wait till the next year and the year after that, and I hope to be around for as long as we all enjoy the game. So thank you. What is something you like or admire about your character? One thing that, if I may say so myself, I feel like we worked really hard to do well, was his ability to care about Kale. And I think that a lot of people that really know what they believe in and feel that they're very intelligent, quote unquote, I think sometimes the ego can get in the way of that. And one thing that I really admire about Tainari is that he's able to put that aside and really focus on what matters, which is being able to articulate and translate what he knows and pass it on to a student or an apprentice, somebody like Kale. And so I think to sum it all up, compassion. I think Tainari is a very compassionate individual. We certainly tried our best to infuse that into the role. My name is Ben Balmaceda. I voice Kave. Do you have an anniversary message you'd like to share? After seeing Genshin when it first came out, I had no doubt that it was going to be something special and it was going to stand the test of time. There's so much potential to be had in Tevet and like so many new people to meet and places to explore and travel to. The game's just a gem. And like, as far as people that have helped me get this far, like, I just want to thank all my friends that are part of the cast, all the Sumeru, Krumeru, and also to all the fans. Like, they've been so lovely and welcoming and it's such a lovely community. It's just been a wonderful journey. and I hope that it continues far past the horizon. What's up? My name is Patrick Pedraza. I'm the voice of Scaramouche, the Balladeer, Wanderer, Hat Guy, a man of many names. Well, three years, man, that's a long time. I have no idea what the future's going to bring for the game, for me, but I'm just, like, I don't want to sound cliche, but I'm really super grateful to be part of this. What is your favorite story from the past year? Oh, my favorite, my favorite scene. Oh gosh, there's so many. It's like the boss battle. When I first saw the boss battle, when I was doing the session, I was like, this is going to be insane. And the boss battle theme, oh my gosh, that was just, like, insane. But then I was like, oh my gosh, I saw the end, and then Scaramouche just goes straight on his head, looking right at you. Poof. Yeah. That was kind of sad, but it was kind of, uh, that was my favorite one. Hi, I'm Anyatko, I voice Raiden Shogun, and A, and Makoto, and a handful of NPCs. I can't believe that Genshin Impact has been going on strong for three years, and we've got plenty more to go. I'm so excited for what the future holds for T'Vat. I am just starting to explore Fontaine and getting through the Fontaine Archon quest, and it is so, so much fun so far. And I just really want to thank the fans, all of the travelers who have been on this journey with us for the past three years. None of this would mean anything without you guys. So thank you for playing. Thank you for loving this game. What's one of your favorite character lines? Okay, I get asked this a lot, and the answer is the About Ito line. I just think it's so funny how in one word you get to know exactly what Raiden Shogun thinks of the one and only Harataki Ito. That never fails to make me laugh. Hi, my name is Kimberly Ann Campbell, and I'm the voice of Nahida, the dendro archon in Genshin Impact. What was your favorite memory of the past year? Um, okay, so there are a lot, and no surprise, there's a lot to do with Nahida. But I would say that one of my favorite memories from last year would have to be when Nahida's trailer dropped. She has two trailers, but the one in particular that comes to mind is the one where she's going through her birthday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it starts off as happy, and then it's like, oh, okay, it's still kind of happy, but then it gets really dark and, like, really depressing. And even though it's, like, a really sad video, it was, like, super well done, and I was like, oh my gosh, this is so good, and, like, seeing everybody's reactions to it. Like, I've watched, like, a ton of reactions from, like, streamers, YouTubers. It was, like, just amazing to see everybody's reaction to it. I could not wait for it to come out. I'm glad it turned out as well as it did. Well, there you have it, folks. Straight from the mouths of some of our favorite characters, it's... Ahem. Isn't there someone you've forgotten? Two someones, to be exact.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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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s totally about to get to you guys. I swear. Right. That's what I thought. Can you give us a short intro? My name is Damon Mills, and I voice Linny, the greatest magician in all to that. Is there anything you want to say to the community about your character? I think Linny and Lynette's story is quite fascinating because they're both incredibly fun characters and all about razzle-dazzle, but their collective past is so dark and painful. I mean, they both mask it really well, particularly Linny, who appears front-facing very confident, but he's burdened by his ties to the Fatui, growing up as an orphan, kind of acting as a parent to his siblings. I feel like he was forced to grow up really fast, and I guess I can relate to that. Do you have an anniversary message you'd like to share? I still remember when Genshin first came around, and I thought it was the neatest concept. I know this game has gotten so many people through so much stuff, and I'm really excited to finally be a part of it in such a big way. It's really special to me, and I can't wait to see where the rest of the game goes. My name is Anaris Quinones, and I am the voice of Linette. And I actually adore cats, so this is a true honor. Is there anything you want to say to the community about your character? Yeah, Linette is really fun for me because, you know, she is the deadpan, kind of, I guess, emotionless character archetype, but we did try to elevate her from that. So it's really fun trying to, you know, keep that feel, that base feel of her being deadpan, but also adding enough nuance so that she is an interesting character. Do you have an anniversary message you'd like to share? Yeah, three years. That's crazy. I'm very excited. I'm excited to see future characters. I'm excited to see more Fontaine, um, and more Linette, of course. Uh, and, um, yeah, I want to thank you guys for being so supportive and stuff. Um, it's, uh, it's been a blast, and I can't wait to see you guys enjoy the rest of it. There you have it, folks. For real this time. This is Ace Reporter Maya signing off. 到这里, 4.1的前瞬节目也接近尾声了. 在这儿充满激情和期待的时刻, 我首先想代表项目组的同学们 向各位旅行者表达最真挚的谢意. 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原生的支持与厚爱. 从原生上线至今, 正是有了你们的陪伴与热情, 我们才能不断前行. 回顾一路走过来的时光, 旅行者们向我们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反馈与建议, 我们也因此能不断优化游戏体验, 推出更多高质量的游戏内容, 让大家能够在游戏中体验到更多的乐趣。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将继续坚持这一理念, 无论是新的角色, 新的剧情, 还是新的玩法, 我们都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为大家带来更多惊喜与挑战。 最后, 再次感谢各位旅行者的支持与鼓励, 让我们在401版本,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